2022年9月26日 45岁的加州男子安东尼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妻子 并涉嫌绑架自己15岁的女儿萨凡娜 最终警察将男子击毙 在混战中人质也中枪死亡 警察局的官员称 不清楚开枪的人是他父亲还是警员 近两年的时间过去了 涉事警局一直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 迫于舆论的压力 该警局最近公布了事发时拍摄的视频 让我们跟随这段视频回顾下这起案件 安东尼绑架自己的女儿后 警方马上发布了安破系统 这是应对儿童被绑架的预警系统 2022年9月27日 一名加入站的职员报警称 发现了安东尼驾驶的皮卡 她的女儿萨凡娜还在便利店买了两瓶水 随后驶向了58号告诉公路 调度中心将这一消息 通知给了在附近的圣贝达迪诺县警员 很快警员们便发现了安东尼的皮卡 跟了一段时间后 安东尼首先向警察开枪 有几辆警车被击中 其中一辆被击毁 又过了一会儿 公路雪落队的直升机前来支援 并锁定了安东尼驾驶的皮卡 当前的位置是15号轴级公路 此时发生了第二次交火 有一名目击者和一名救援报告称 这次是从副驾驶的车窗开的墙 但不确定开枪的是驾驶员还是乘客 在行驶了一段距离后 安东尼准备离开15号公路 但大批警员已经赶到 他的皮卡也没能冲上公路的斜坡 这个时候他已经无路可逃了 子弹向雨点般射了过来 萨凡娜则从副驾驶跑了出来 在蹲下10秒钟后 萨凡娜继续向警员跑去 离安全距离只有几步之遥 但不幸的是 突然有警员向他开枪 直升机上的人失望的说了句 安东尼当场死亡 萨凡娜在送往医院后死亡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 再还原一下现场的情况 因为现场的警员没有携带录像机 所以没有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 不过距离萨凡娜最近的警员携带了录音机 我们来听一下这段音频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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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说停下来后 背景中至少可以听到四声强响 从这段音频中可以得知 当时萨凡娜完全是按照这名警员的命令行事 警员也知道这就是人质 但除了这名警员外 其他人貌似并不了解现场的情况 甚至都没有分清谁是人质谁是嫌犯 事后该警察据称 当时萨凡娜穿着防弹背心和头盔 言外之意可能是由于萨凡娜的穿着 让警员们误以为他就是嫌犯 目前加州司法部正进一步调查此案